全文已完结 如烟祝大家乱事如意开开心心享受故事 下面正文开始 我和老婆柳如烟提了离婚 除了钱 其他我都不要 柳如烟脱腮冷笑 你那爱如命的儿子也不要了 不要了 因为孩子五岁的生日愿望是 妈妈和爸爸能离婚吗 我想要万生叔叔当我的爸爸 我把离婚协议书递给柳如烟 他看他 和看桌上的任何一份普通文件没差别 眸慌清冷疏离 他对我的炙热 大概只在夜晚缠绵翡测时才有 伊藤城 闹脾气也要看场合 这里是公司 他笃定我舍不得离婚 只不过是争风吃醋的手段吧 我没闹 我在会客室被安排得跟普通访客一样 足足等了他三个小时 还要时不时接受旁人怜悯的目光 怎么会是闹呢 张万生来找柳总 一分钟都不用等的 所以传言柳总讨厌他老公 是真的了 是真的 他们的柳总确实不喜欢他老公 他喜欢的人 一直是张万生 柳如烟 我想离婚 越快越好 伊藤城 你搞什么 柳如烟这才垂下眼眸看协议书 伊藤城 离婚你只要这点钱 是啊 当初他意外怀孕时 他本意是用这笔钱给我当风口 让我走人 可是我没走 因为我是一名川书攻略者 娶柳如烟当老婆 保护刘晓明平安落地 是系统安排给我的任务 当然 我是一个男人 我也想对他负责任 可惜无论我怎么努力 都暖不了柳如烟的心 我们 没有以后了 这笔钱 就当是迟来的补偿吧 协议上的五千万 对他来说是九牛一毛 对我而言却是一笔巨款 足够我愉快地生活了 柳如烟站起身 居高临下地审视着我 昂贵的高定套裙 把他称得更加冷艳目 他脱塞冷笑 只要钱 你那爱如命的儿子也不要了 我淡淡地笑了一下 不要了 从前我是很爱刘晓明 虽然他跟柳如烟行 但毕竟与我血脉相连 五年来 他成长的每一个过程 都倾尽了我所有的耐心和爱 尽管我背负着外界 对我的骂名吃了 我也在所不惜 也许是恨乌吉乌吧 柳如烟反而对刘晓明 没什么感情 他出生后 柳如烟看他的第一眼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长得很像伊藤城 说完便把刘晓明 扔给了家里的保姆 可奇怪的是 刘晓明却喜欢及了柳如烟 他语言天赋极好 刚满三岁就能冷得小脸 对我说 妈妈不回家 是爸爸你的问题 我只当他是童颜同女 后来四岁时 他第一次见到 离婚回国的张万生 回家后跟保姆说 难怪妈妈喜欢万生叔叔 我也喜欢 万生叔叔比爸爸好 比爸爸更会哄我开心 就因为我不让他吃太多的糖 他气得嘟起嘴巴 我刚从厨房出来 就听到他的指责 忍着心里的不是轻声说 明明 爸爸陪你新的糖 爸爸亲手做的 雪梨加山楂的组合 美味又健康 他却一把抓起我做的梨渣糖 狠狠地扔进垃圾桶 大声喊道 我才不要你做的垃圾 我就要万生叔叔 从意大利带来的高级糖 我就想猪牙怎么了 我正正地看着这个小王大胆 我用心呵护的儿子 和他妈妈多像 都午不热 尤其在他五岁生日夜那天 母子俩都邀请了张万生 插蜡烛时 我脑海中却突然想起 消失已久的系统声 宿主 久等了 我回来了 尽管旁人听不见他的声音 我还是下意识地走到听外 宿主 你的任务已完成 有足够的积分可以回去 在原来的世界 我意外受伤成植物 因此跟系统达成交易 完成任务即可行 你也可以选择留下 毕竟你现在有家 在原来的世界 你只是单身了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 刘晓明替我做了决定 我刚踏入听内 耳边就传来他的生日愿望 声音清脆 响亮 甚至完全不必补 妈妈和爸爸能离婚吗 我想要万生叔叔当我的爸爸 众人都愣了一下 柳如烟只是微微皱眉 换一个愿望 张万生笑了一下 哎 不能这样说 你这小子 太可爱了 可是眼底却是抹不去的得意之子 我笑了一下 转身对系统说 帮我回家吧 一秒都不想等了 但系统却告诉我一个噩耗 自从中央系统接受了太多二点 三川的宿主 现在脱离系统也有冷静期 我懵了 系统倾渴 就像你们人类的离婚冷静期一样 需要等等 等毛线去 我默念要文明用语 克制的问 等多久 三年 三年 系统老六 你们那种不种黄花菜 怕不怕菜凉 系统愣了一下 宿主 你骂人有点高级哦 他沉默了三秒后说 就当我消失这么久的补偿 给你增加三分之一的积分 对换你植物人状态醒来后 身体健康完好 行 那我把婚先离了 这就是我站在柳如烟办公室的原因 柳如烟 离婚吧 柳如烟啪的一声 点燃了一只女士香烟 他吐了一口烟圈 笑得散漫 一腾成 你难道忘记了 是谁在五年前说没有刘晓明 他就会死的 这话是我说的 那年 柳如烟听到张万生在国外结婚的消息 便狠狠地纠缠了我一夜 也就在那一夜 他怀上了刘晓明 柳如烟一开始冷漠地要留掉刘晓明 我想起系统的话 现在留掉 代表任务失败 柳如烟也会因为这场手术意外失去生育能力 只好求柳如烟 孩子没了 你会受伤 我也会死的 如果我不求他 以他在商界女强人的作风 有的是法子对付我 柳如烟这人 对谁都挺狠的 包括他自己 他唯一的软胃 是在福利院一起生活过 还救过他的张万生 后来张万生被富贵人家收养 柳如烟从小幸福 一路豁出命的从小太妹登顶商界女大王 也是为了能够得到张万生养父母的认可 嫁给他 可惜他告白的硕大对戒还没来得及送出去 就传来张万生结婚的消息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 柳如烟突然问我要不要结婚 也是因为张万生的一句话 烟烟 我结婚了 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 我看着柳如烟这张好看的呢 心里却在想 希望以后都不要再看见他了 我淡淡的说 既然你们母子俩都喜欢张万生 离婚后 你们可以组建家庭 大家都开心 不好吗 柳如烟眯着眼看我 轻蔑的笑了 欲擒故纵 而后他脸却笑 狠立的说 想玩是吧 我奉陪 加上一条 离婚后没我的同意 你永远不准私自见柳小明 威胁我 若是从前 这对我是致命的伤害 因为爱 让人有软肋 但是现在 我谁都不想爱了 所以我没有软肋 在他挑衅的目光下 我平静如水地回到 行 他却愣了一下 眼眸沉下去 抓其 在协议上快速飞舞了几下 然后扔了一份给我 我捡起协议转身离开 柳如烟眼里像含着冰 一腾成 你今晚就滚出柳家 也行 我现在的情绪 吻得可怕 但随即又停顿脚 微笑着问他 离婚证还没领 就让我提前滚了 我不白滚 合同里的该付我的钱 麻烦提前支付一下 谢谢 柳如烟脸上含着一丝郁怒 不过 以我对他的了解 在钱方面 他还算大方 不出意外 我明天就会收到那笔五千万 挺好 看着一腾成头都不回的走出办公室 柳如烟心里莫名有些许烦躁 正在这时 张特助拿着文件走了进来 他跟了柳如烟很多年 说心腹也不为估 柳姐 诚哥要离婚 昏云土雾间 柳如烟冷声说 不过闹一下人 他不敢 他怎舍得扔下柳小 张特助笑了一下 说的也是 诚哥那么爱你 爱孩子 也许就闹闹想情绪 柳姐你哄一下就好 不用哄 以我对他的了解 不出三个月 他会跪着回来求我原谅 张特助笑了笑 放下合同走出去 柳如烟俯看三十楼层外 下方渐渐亮起的万家公 没来又想起多年前的一腾成 他们第一次在一起 一腾成表现得比他还紧张害怕 眼圈发红 声音带着颤音 还说了一些他听不懂的话 柳如烟 我不仅仅是来攻略你 其实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不然我不会跟你做这种事 柳如烟 以后要对我好用 我也会对你很好很好 柳如烟用存封住他的喋喋不信 也吻去他眼角欢愉的泪水 这些年来 一腾成很忠诚很听话 唯一惹怒他的 就是竟然耍心机 用孩子逼迫他 还荒谬的说 孩子没了 任务会失败 我也不会存在 他必须惩罚他 所以五年来 他都没给一腾成什么好脸色 反正一腾成无家可归 至死都会待在他身边的 耳边又回荡起他天真的气球 烟烟 我想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一家三口 住在一个温馨的小家里好不好 不好 他这种人一点都不想有个家庭 他从小就没有家这种东西 现在一切竟掌握在手里 他就更不需要这晚年 一腾成提离婚这天 他鬼使神差的没参加饭 提早回了家 一腾成了 保姆低声说 先生下午搬走 柳如烟只感觉心里的烦躁感 更是面上却不行 只是冷哼一声 他装得挺像 说完便走进书房 再没理会 拿到协议书后 我回到柳家 简单收拾一点东西就准备走 刘晓明却坐在客厅里 玩着平板电脑 嘴里叼着糖果 五颜六色的包装只丢了一笔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淡淡地说 妈妈允许我吃的 万生叔叔送的 你少管 我笑了一下 我才不管 你吃一百克都行 我蹲下身捏了一下他的脸 会蛀牙的是你 又不是我 刘晓明 我走了 去哪儿 疼地方 给你迎接新爸爸 以后这里我不会再来了 刘晓明皱了一下眉 神情和他母亲如出一辙 爸爸乱说话 妈妈说你也是波尔 你除了死皮赖脸 跟着妈妈吃软饭 根本就没地方可去 爸爸 你成熟一点好不好 万生叔叔就不会像你这么幼稚 一把年纪 还要闹离家出走 爸爸你快走吧 我是不会想你的 说完又低下头玩游戏 若是从前 我会轻轻抽走他的电子产品 然后告诉他 爸爸陪你玩乐高好不好 爸爸陪你游泳 爸爸陪你看绘本 我会牺牲很多自我提升的时间 去换取对他的高质量陪伴 去弥补他缺失的母爱 现在我不管了 谁爱管谁管去 行了刘晓明 希望你的嘴能一直硬下去 说完 我拖着小行李箱 迈出柳家大门 阳光暖轰轰地照着我 刺得我眼睛微微发疼 脑海中却浮现出四个字 向阳而生 我租了一套房 两梯一户的精品小区 没必要买 反正三年后带不走 小区环境景色一人 推开窗就能看到大海 但是也能看到有人跳海 一个小不点 孤身一人缓缓走向海浪 我本能地穿着拖鞋 网红下冲 穿过一条马路和绿化带 就是海滩 我一把抱起他小小的身体 你爸爸妈妈呢 小男孩三岁左右 一双眼睛圆溜溜地像骨头 他的眼底湿漉漉的 似乎刚哭过 但是他一句话都不说 只紧紧捏着小裙板 太阳 一个年轻好看的女人走过来 原来我刚才没看清 海滩树上的吊床坐着一个人 一直看着小男孩呢 谢谢你 但你放心 他不敢往前走呢 我看着呢 女人上前要抱男孩 太阳 跟妈妈回家 男孩却搂着我的脖梗无放 粉嘟嘟的小嘴发出两个字 抱抱 女人愣了一下 微笑着说 这是太阳第一次主动要陌生人抱 这小孩软萌可爱 我也没法推开 只好一路把他抱回小区 没想到他们进驻在我隔壁 女人想了一下说 一先生 太阳挺喜欢你的 我知道你单身 暂无工作 我们家就我们母子俩 我洁身自豪 无不良事好 是一名医生 我把孩子抱还给他 用孩子听不到的声音说 就算是医生 也不能接着孩子聊人 还打听我个人信息 看你长得秀丽端庄 行为却这么随便 吃亏的是你 他满脸错愕地看着我 一先生 我想说 能不能帮忙照看一段时间太阳 在我找到太阳喜欢的保姆前 当然 报酬随你开 他说的是这个 他轻咳一声 那个 我知道你个人信息 是因为 我是你的房东 接着我确认信息 是真房东没错 我这人一向知错能感 能屈能慎 房东小姐不好意思 是我随便了 也许是看到小男孩 可怜巴巴的眼神心乱 我在出去旅游期间 答应了暂时帮忙照看太阳小朋友 他很安静 话不多 没去幼儿园的时间 经常乖巧地搬来他的小板凳 坐着看我画画 我每画完一招 他就拍着小肉手夸我 好棒 一腾成好棒 是我让他喊我名字的 我喜欢这样 和孩子做朋友 你叫太阳 我叫一腾成 我们挺有缘分 偶尔我会有一瞬间的愣识 刘晓明好像从来没这样过 他总是嫌弃 爸爸 好无聊 你陪我玩乐高吧 我常常在睡梦里喊爸爸妈妈 醒来眼睛湿漉漉的 我心疼的搂进怀里轻声 给他一根我做的梨渣棒棒糖 他塞进嘴巴 眼睛满足的眯成弯弯的小月牙 亲我一口 是香香的水果味 等他妈妈洗衣分下班回家时 他就跟他献狗地说 妈妈 一腾成做的糖饼你买得好吃 有时候舍不得一口气吃完 还慢慢小婆咬着 我笑了 吃吧 你喜欢我再做就玩 原来刘晓明看不上你的东西 却有人视如珍宝 没离婚前 我的生活半径都是围绕着刘晓明在转 出门小半会儿 我都会担心刘晓明有没有喝酒 碰着 也许是有太阳的陪伴 离开柳家这些日子 我好像很少想起刘晓明 还有柳家的一切了 反而是管家联系过我好几次 少爷没您讲睡前的故事 他有点不习惯 总会习惯的 少爷牙疼 您要回来陪他吗 不陪 我又不是医生 几天后 我却意外碰见了刘晓明 习一芬去外地开交流会 让我帮忙接送几天太阳 但我忽略了 太阳心上的幼儿园和刘晓明是同一家 习一芬是真舍得花钱 上这样的贵死人的私立幼儿园 我把太阳抱下车 刚送进去 迎面就碰到了刘晓明 车上还坐着面无表情的柳如烟 刘晓明张嘴想喊爸爸 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就算离婚了 他也是我儿子 老熟人 我大方弟打了声招呼 哈 刘晓明 结果他不回应 像一个充气的河豚 气鼓鼓地跑进教室 车上那位前妻柳如烟也是老熟人 但我不太想打招呼 没想到他却屈尊于跪下车 先开口 不是说了 没有我的允许 私下不准见刘晓明吗 我被气笑了 没见 偶遇 爱信不信 我懒得理会他 柳如烟在我背后吃笑一声 伊藤城 你要嘴硬到什么时候 伊藤城已经离家一个多月 柳如烟不明白 只是少了一个人而已 为什么他不在 房子就变得空了许多 但是他没有什么不适应的 只是刘晓明常常哭哭啼啼的 缠着管家问 爸爸什么时候回家 他对刘晓明 说不上来什么感觉 也许自己小时候 是被遗弃在垃圾堆旁边的海 从来没尝过有父母是什么滋味 所以他不太懂如何做一个母亲 别哭了 男孩子哭像什么样子 刘晓明打了个哭嗝 妈妈 你能像爸爸一样讲睡前故事吗 不能 你不睡也行 刘晓明愣了一下 最后 柳如烟还是坐在刘晓明的小床边 给他讲故事 柳如烟越讲 内心越闷着一波 他应该在书房看财务报表才能 怎么做这讲了 会本 啪的一声 他合上了会本 关灯 爱睡不睡 反正他是不讲了 刘晓明抿着嘴 不情愿地滑入被窝里 他第一次觉得 伊藤城任性地离家出走 打乱了他的生活秩序 这股气一直憋到几天后 在刘晓明的幼儿园 看见伊藤城 心中烦闷的气 似乎消下去一些 他就说吧 他怎么会舍得下儿子 还故意挑他难得 送刘晓明上学的时间来 他就是嘴硬 坐 好好的柳家豪宅不住 非得闹离婚一处 管家 这几天给刘晓明请假 先不去幼儿园 他想让伊藤城白跑一趟 想看孩子 行 来求他呀 可是三天后 管家念诺地说 先生依旧每天都去幼儿园 刘总 先生好像是送别人家的小孩上学 没有特意来看小少爷 柳如烟愣了一下 习一芬还算讲信用 在我陪小太阳的第三个月 便找了来一个温和的阿姨看过他 出于习惯 我有空时也会帮忙 说是看顾他 还不如说是我们相互陪伴 习一芬不忙的时候 会时常下厨招待我 也许是医生的职业习惯使然 他经常会把鱼先解剖成梅刺 或者肉剃掉骨头再煮 但是味道还算不错 每次我都带点害怕 又满足地把菜吃完 吃完饭 太阳惯例在客厅小桌上玩瓷粒 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 莫名有一种岁月静好的味道 听阿姨说 太阳最近又常在睡梦里喊爸爸妈妈 习一芬恩了一声 新的爱你 太阳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我忍不住问 你是做了什么吗 刺激到太阳睡梦中呼吸 习一芬低声说 太阳的爸爸妈妈去年月外走 太阳需要心理适应过程 我愣了一下 那你是谁 人贩子 习一芬忍不住嘴角上扬 想什么呢 我是她的亲姑 哥哥嫂子走后 我领养了她 以母子的关系深入 是不希望她在外边受到异养的目光 我拍拍她 你还挺有担当的 习一芬突然靠我很近 我甚至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清好心 一腾成 你觉得我这样单身带娃的女生 能有男人看得上我 太看得上了好不好 长得好看 工作能力强 重点是有爱心 那你看得上我吗 话风突然转变太快 我有些招架不住 我不写 为什么 三年后 我要回家的 习一芬收起淡淡的笑容 脸上有些落幕 一腾成 你是忘不了你前妻吗 我笑了 怎么可能 听说人家快要结婚了呀 习一芬睫毛轻颤 眼眸亮了一下 声音里有眼不住的兴奋 是吗 那我要不要比她随一芬大了 祝她心风快乐 我愣了一下 习一芬 我前妻要结婚 你激动什么劲 高兴得像是她的前妻要结婚似的 快小半年了 一腾成一点要回柳家的迹象都没有 她似乎早得干脆立了 柳如烟每天都很高 想起一腾成的次数并不高 刘晓明也渐渐没怎么哭 只是经常抱着一腾成做的小木发呆 但几个保姆把她伺候得很好 柳如烟没什么不放心的 只是张万生这边 暗示她好多次了 烟烟 我们一起带对姐 你喜欢吗 外界也传遍了 柳如烟要嫁给发小张万生 不知道一腾成听到没有 其实张万生是她记忆里喜欢了很久的人 也许童年的记忆是深刻的 那是她刚到福利院 又瘦又弱 但目光凶悍 像一只不服输的野生小豹子 因此也没少挨福利院的孩子王欺负 那天 她被他们修理得很惨 是张万生喊来了院长 孩子王一群小孩才一哄而散 张万生笑眯眯的递给她一颗水果汤 给 很甜的 是很甜 是她年少时吃过最甜的一颗 她从来就没怀疑过 自己最爱的人是张万生 只是内心某个角落却隐隐畅反调 比如 她竟被莫名驱使着 破天荒开车到一腾成楼下 看着一腾成和一个秀丽的女人 以及一个软萌的小男孩笑着走进小区 那女人他认的 有点意外 一腾成竟认识这样的人物 就在一腾成独自走出来时 她拦下她 似笑非笑看着她 这么沉的住气这次 一腾成看见她 愣了一下 没说话 她来 她不应该高兴吗 给了台阶不下 她不说话 柳如烟莫名觉得不爽 一腾成 你知道我的脾气 我一旦做了决定 就不会改了 你还想要刘小明 就自己搬回来 否则 我跟张万生结婚 你就没机会了 一腾成的表情 淡定的和半年前在她办公室里提立婚一样 恭喜刘总 辛苦刘总了 想要我随礼 还特意亲自跑一趟 柳如烟的心莫名刺痛了一下 一股无名火瞬间燃烧起来 一腾成 你以为钓到大鱼了吗 我愣了一下 什么大鱼 柳如烟冷笑 北城喜家的公主 喜一芬 我以前隐约听过柳如烟说过 在商界她最不好对付的是北城喜家 黑白通吃 财力雄厚 喜一芬面上是一名小医生 可她到底是喜家独苗 终究要回喜家继承家业 你以为 他们家会让她嫁给你一个二婚男 这话我不爱听了 二婚怎么了 就算二婚有什么问题吗 很多二婚的是因为命不好 碰到渣女而已 柳如烟 得亏你兜里有点钱 不然就你这样脾气不好 婚姻里喜欢冷暴力 离婚后还喜欢对情妇的女 在我们村 真没人敢要 柳如烟难得吃 沉下脸 我据莫名觉得有点爽 无视她的黑脸 转身离开 不料却对上一旁 不知道听了多久 抢脚的喜一芬 我轻咳了一声 我平时挺温柔的 不这样的 你信吗 喜一芬点头 信 走着走着 莫名的 我们突然默契的相识而笑 我问她 你笑什么 一腾成 你还骂人还挺有趣的 当然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虽然不是青春年少 但被一个长得好看 又对你有意思的女生夸 耳根还是忍不住泛红 我快不朝前走去 喜一芬不紧不慢的跟着 一腾成 最重要的一点 我的婚姻我做主 跟喜家没关系的 一腾成 你听到了没 在柳如烟结婚前一周 刘晓明意外在管家的陪同来找我 这些年过去了 刘晓明都快八岁了 退去了婴儿府 抽调了 长得却像柳如烟了 刘晓明 他眼圈微微发红 爸爸 我带着刘晓明上来 你妈妈同意你来 我知道 没有柳如烟的允许 管家不敢带刘晓明来 刘晓明点点头 爸爸 你是完完全全不要我 我笑了一下 爸爸没有不要你 一直是你不要爸爸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轻叹一口气 我跟你妈妈离婚了 离婚是不住一起的 刘晓明扭过头 低垂眼眸看地板 你就不能为了我 回去吗 你这样 还说没有不要我 刘晓明 我为什么要因为你回去 刘晓明虽然年纪小 但他很聪明 我跟他对话 并不会把他当很小的孩子 因为他听得懂 曾经 我因为攻略任务太想国家 也因为缺爱 太想要自己理想中的家庭 有爱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 为此执着 可是万物像钻在手里的沙子 钻得越紧 流失得越快 过去的那五年 我只为让你和你妈妈在 变得不像我自己 这种自我感动式的牺牲 是没有意义的 我不快乐 只有先爱自己 才有能力爱别 刘晓明 爸爸先爱自己是没有错的 刘晓明似懂非懂 小声嘟囔了一句 那你离婚为什么不接我走 我认真的告诉他 我可以接你走 我可以不回我自己的世界 毕竟你是我的儿子 确实需要对你负责 可是刘晓明 你仔细想想 你若跟我生活 出入是没有豪车的 也没有豪厚的家财电影机场 更没有一群保姆司机围绕得在 有的只是你眼前看到的普通生活 你愿意吗 刘晓明垂头不语 我生的孩子我了解 他有自己的选择 敲门声突然响起 一开门 一枚粉蓝色的甜心炮弹 冲进我怀了 伊藤城 伊藤城 我要吃梨渣糖 太阳看到刘晓明 眼睛眨了一下 伊藤城 这个漂亮哥哥是你的儿子吗 我微笑着点头 太阳抓了一把桌上的梨渣糖 递给刘晓明 哥哥吃 伊藤城做的可好吃了 又健康又美味 比外面买的高级糖果好吃多了 刘晓明接过糖 突然哭了 爸爸 对不起 我知道 他是想起当初 他把我亲手做的糖当垃圾扔掉 有时候 亲手扔掉的东西 是很难再找回来的 爱也是 柳如烟跟张万生终于结婚了 婚礼空前的盛大豪华 上了北城热搜 画面里张万生春风得意 但是柳如烟面无表情 刘晓明穿着精致的小西装当花筒 脸上的表情跟他妈妈如出一辙 儿子自己许的愿 自己结吧 奇怪的是 柳如烟结婚 最开心的人莫过于喜一分和太阳 母子俩非得拉我去山庄度假 伊藤城 那边有很美的星空 还可以放烟花 太阳快乐的转圈圈 我最喜欢看烟花了 看到太阳逐渐走出失去父母的阴霾 一天比一天快乐 我也挺开心的 夜空下 我们吃着火锅 切着西瓜 天上的繁星多得数不清 萤火虫夹着亮晶晶的屁股飞来飞去 不远处池塘里的青蛙瓷漆笔伏的呱呱叫 其实我想要的生活 也不过如此 但是不在这 在我原来的那个世界 太阳一边给我递西瓜 一边说 伊藤城 你前老婆结婚了 你不难过吧 我差点被西瓜呛着 谁让你这么问的 妈妈没让我问 是我自己问的 洗一分端茶的手抖了一下 伊藤城 你不要难过 你还有我们 就算那个漂亮哥哥叫别人爸爸 但是 你还有我 我可以当你的宝宝好吧 我笑着捏捏他的小肉脸 你还想说什么 一口气说出来 我妈妈也可以当你的老婆 这下换我手抖了一下 小太阳怕现场不够尬事的 大声问一旁好像很好 但是并没忙出办点事的洗衣服 对吧 妈妈 你可以的是吧 可以当伊藤城的老婆对吗 洗衣服轻声嗚了一声 耳根子却微微放红 然后抬头看天空 看太阳 看树看花 就是不看我 快乐的时光组 是向添加了加速器 三年一晃而过 平心而论 离婚后的三年 我过得挺愉快的 唯一后悔的是 为什么没早点跟柳如烟离婚 宿主 下个月三号 下午十六时 程序启动 留下 还是脱离 听到我的答案 系统似乎有些意外 你确定脱离 伊藤城 我以为你会选择留下吗 柳如烟分不清 当初嫁给张万生 是因为喜欢多一些 还是因为想嫌弃伊藤城多一些 婚后的生活很平淡 什么都没变 但是又什么都变了 他莫名有了酗酒的习惯 几杯烈酒下毒 麻痹了神经 反而觉得自己活得真实 否则清醒的时候 他总觉得家里有灰散过去的 伊藤城的影子 真他妈见鬼了 磕醉了 怎么还能看见伊藤城 对方的声音很冷 冷得一点都不像 说话温柔的伊藤城 我是张万生 当然不是伊藤城 柳如烟 你他妈的心里有伊藤城 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 酒精让他头疼欲裂 压根没办法准确思考这个问题 他心里有伊藤城吗 没有吧 他一向对伊藤城很冷淡 觉得可有可恶 有吗 他依稀记得 张万生当初国外结婚时 他只是微微难过 也没有反复后悔 自己为什么不早点追出过去 可是跟伊藤城离婚后 像炖刀子割肉 从没感觉到一点点的胖 到现在反复撕裂的胖 其实他也想要温馨的想象 从前只是他偏执的语言 他不需要 张万生 你想如何 离婚是吗 日日争吵谩骂的日子 过得挺累的 他应该也累了吧 原来不爱 是一件这么累人的事 张万生咬后草芽 眼尾发红 有如烟 是你要嫁给我 我死都不会离婚 我们就这样相互折磨一辈子好 谁也别想好过 张万生气冲冲的摔门而出 柳如烟看见书房对面的刘晓明 面无表情的观上了 这个家还是家吗 他妈的 像三个陌生人住在一起 手中的红酒杯瞬间砸向墙面 应声而烈 碎了 就是碎了 他完整不了了 脱离的前一夜 我失眠了 很像小时候第一次要出门远行 前一晚睡不着觉 我和刘晓明 太阳都说过我要走的事 刘晓明表情淡淡的 只是我说要走的时候 他才红了眼圈 爸爸 我留不住你 你首先是你自己 我尊重你的决定 刘晓明 谢谢你的理解 我们毕竟是父子 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但也不情 骨肉琴也跟舍不住 就这样淡淡的 彼此尊重 挺合适 太阳扑红了眼 还要装大方 一腾成 我没事的 你想回家就回去吧 但是 你在上面一定要想我呜呜 我心疼的给他擦眼泪珠子 你这说的我像是上天堂似的 我是回家呀宝贝 不许哭这么厉害 太阳撇嘴 我妈妈也偷偷地哭呢 我愣了一下 喜一芬会哭 她这么强大理智的一个女生 我已经一周多没见到她了 听说院里最近很高 她连睡觉的时间都用紧了 我想了想 最后见她一面吧 我从没有在医院 见过如此混乱的时刻 血几乎喷满整面墙 一群医生护士 把病人赶着推向手术室 而我瞥见 躺着的病人竟穿着白大褂 我瞳孔紧缩 那个病人是谁 我挤不进去 但旁人告诉我 有个中年病患 对医生行凶后跳楼自杀了 那个被砍的林医生 人品正直 医术高明 简直让人太心疼了 我按着胸口 心跳得不停 林医生我见过 是喜一芬同事兼好朋友 一个温和善良的好医生 又有几具病人家属的指责声 传进我耳朵 那个喜一芬太令人心寒了 不去抢着救林医生 还抢着去救那个杀人犯 可能是极度林医生医术 比他高倍 也许 已经有医生抢着去救林医生了 喜一芬医生挤不进去 所以才去救杀人犯 胡扯 他们什么都不懂 喜一芬不是这样的人 我没心思跟他们辩驳 焦急地等待手术结果 手术室门开了 传来了两个好消息 林医生保住了 没有生命危险 是个医学奇迹 杀人犯也被喜一芬救活了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有力气好好说说 刚才那几个不知情的病人家属 林医生已经有医术高超的 专家医生救治 喜一芬没必要应急进去添乱 这里是医院 不是菜市场 人多好卖菜吗 杀人犯就该救活他 让他亲眼看见自己被定罪 被世人唾弃 受够谴责 否则一死了 这才是便宜他这样的轮渣 刚才那些人红了脸 不说话了 我一转身 发现喜一芬又听墙角了 他满面眷容 却笑得灿烂 伊藤成 谢谢你为我变驳 否则 我差点被冤枉死了 在无人处 他悄悄问我 今天要出门的 今天是张万生的生日 他在别墅里大办奢华宴席 柳如烟随他瞎折腾 现在除了钱 他也给不了他其他东西 刘晓明昨天跟管家说出去建一腾城 柳如烟也随他 刘晓明如今和他说的话 都不如对家里的管家保姆说得多 今天难得 刘晓明主动敲开柳如烟的书房 他的眼睛红红了 像刚哭过 柳如烟皱眉 不是说过 男孩子不许随便哭吗 昨天哭 今天还哭 刘晓明声音低落 爸爸今天要走了 回他自己的家 再也不回来了 刘晓明说完就走 柳如烟坐着半天才回过审来 他猛吸了一口烟 心口莫名有些慌乱 他觉得一腾城不会说假 是他的系统要带他回去 现在 他反而相信他有系统 柳如烟抓起桌上的车钥匙 就想下楼 刚打开门 张万生就站在门外 他走进来 把门反推关上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还要找他 柳如烟你混蛋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柳如烟没有反驳 失去平日里的俊王帅气 柳如烟咬牙道 让开 今天 我死都不会让你出去找他 柳如烟不想弄伤他 因为 他觉得他也挺可怜的 一个妻子都不爱他的男人 他只是站在床边 冷笑了一下 张万生 我不管你 你也不要管我好吗 你做的那些迫事 想过我的感受吗 张万生脸色肉眼可见的 难看起来 什么事 柳如烟现在看他 你看一个陌生人无辱 李克柱 刘总监 你想找谁都行 请不要祸害我周边的人 张万生大声脚变起来 如果不是你对我不闻不问 冷暴力 我至于做错事吗 柳如烟看了一眼万能 没时间了 他推开二楼窗户 直接跳了下去 再不走 他感觉自己要疯了 柳如烟一上车 就一脚由门踩到了 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的希望 希望一层层能留下来 可是 事与愿违 他一路不要命的狂飙 在拐角处 以营丽而来的跑车相走 刺耳的撞击声中 他对车完全失去了 他的意识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安全气囊撞出来 头顶上滴滴答答流着血 一条腿也卡在座椅下动弹步 估计是废了 这是成年后的柳如烟第一次 哭得像一个孩子一样 他知道 他没机会了 再也没机会留下一腾城 今天是我脱离的日子 但是我没走 谁也不知道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习一分母子俩 夕阳余晖 习一分像一座精品雕塑般站在那 静静地看着远处的海岸线 神情落寞又颓废 而太阳正在用我送他的小铲子挖沙子 一边挖 一边嘴里发出碎碎念 我走近一厅 乐乐 螃蟹 你别来家我 一腾城走了 我是想了一百件开心的事 才忍住不哭的 妈妈能忍住 我也可以 你要是来家痛我 我真的会哭给你看哦 我蹲下身 把沙子里的小螃蟹都拿开 挖吧 宝贝 太阳看了我一眼 突然呆了 然后才转身大喊 妈妈快来 我大白天出幻觉了 看到一腾城了 夕阳下 习一芬缓缓勾起唇角 眼尾还带着一点红 太阳 是真的 一腾城回来了 太阳开心疯了 一腾城 你不走了对吗 习一芬手插兜 你不是说今天要出门吗 我指了指放在一旁的蛋糕 今天你生日 我出门买个蛋糕不行 习一芬的笑容 肉眼可见的灿烂起来 太阳撒鸭子在沙滩上转圈圈 浪花追逐着他的小脚丫 发出欢乐的笑声 习一芬眼眸闪动 哎那个 不会是因为我们 耽误你回家吧 这怎么好意思 一腾城 我的嘴角扬起 习一芬 你有点茬 当然不是因为你们了 是因为我暂时回不去了 昨天在医院时 系统还在吐槽 原来男人也善变 上个月说要脱离 现在要留下 系统帮帮忙 拿我的积分换林医生活着可以吗 因为系统告诉我 林医生原本是就不活的 遗憾陨落 行案宿主 确定后 积分将会一次性轻隐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也回不了家了 没事系统 你再指派点任务给我做 再不够大不了 用你的积分背 找你借 系统怒了 你个活跌 不要老想着用我的 我是一个小气自私的系统 你是一个善良的系统 我知道 其实根本没有三年冷静期 是系统瞎编的 中央系统才不会定这种破规矩 因为系统它比谁都希望我过得快 它怕我在原来的世界 从植物人状态行 不适应 系统希望我在这个世界 找到自己的幸福 就连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也是系统帮忙找的 宿主 就这个好 我感觉住在这里 你我都会发财 他一个系统 要发什么财 他在帮我引进有缘分的人吧 系统没白费 感谢他 让我遇到习一芬妇女 在这三年里 体验了一段很温馨的生活 可是系统 我还是想回家呢 家毕竟是家 无可替代 我跟系统做交易 用光了所有回去的积分 兑换林医生活着 所以暂时走不了了 当我说完这句话 习一芬突然将主 然后紧紧扑进我的怀里 眼泪大滴大滴落下 一腾成 妈妈好意思吗 这么大的人了 比我还能哭 我笑着轻轻推开他 是啊 哭成这样 要造海吗 习一芬站直了身体 轻壳一声 重来 你们就当刚才我没哭过 尤其是太阳 敢大嘴巴说出去 我打你屁股 我乐笑了 太阳也跟着笑 习一芬低声问我 你会留下来多久 系统那个老六帮我去凑积分了 一年半载总能回去的 习一芬垂头不已 再抬头 眼圈微微泛红 那我跟太阳要好好珍惜这段时光 他想了想 又加了一句 我不会给你造成困扰 就是一种很好很好的朋友 我笑着点点头 半年后 系统靠谱了一会 活跌宿主 折腾死我了 终于给你赶来积分了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全问完